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回 上回講到朝蓋帶著一班兄弟和一筆前期的資金 就想著注資入股梁山博 誰知梁山博當時的華氏人王倫 他是胸襟合崖 覺得朝蓋和不用他們這班好漢會搶光他的風頭 遲早他連華氏人都沒得做 所以就不讓他們入股 但當時已經在梁山博的臨沖看不過眼 覺得朝蓋才是真真正正的英雄好漢 覺得他才適合做梁山博的華氏人 所以林聰就在繁殖之間火拼王倫 還一刀殺了他 接著林聰就推舉朝蓋成為梁山博的華氏人 重新把梁山博這麼多位英雄好漢排過座次 接下來這段日子 朝蓋和不用等十一位好漢 每天帶領著山寨的人操練武藝 隨時準備迎戰來犯的官兵 有一天朝蓋和不用說 嗯,不用 我覺得我可以做到這個辦事人 做到這個大哥大 都是因為有宋綱的幫手 我們出來走的最重要是喝水思緣 明白嗎? 飽亂要思緣欲 不是,飽亂之後更加要記得人家對我們的恩廷 明白嗎? 明白,大王 明白嗎? 明白 他用一邊想辦法,想救百姓 一邊就派劉堂帶著朝蓋的親不信和一百兩黃金 去運城見宋綱 宋綱見到劉堂就可怕了 他說 你為何還敢來這裏露面 官府到處派人捉緊你們 到處都貼滿了公民 你又不會有洗驚 我是受朝天王和各位兄弟之命 故意將朝天王的親不信和一百兩黃金送給你 說完之後 就馬上遞上朝蓋的信和一百兩黃金 宋綱看完封信之後 就死都不肯收那十條黃金 他就跟劉堂說 劉兄弟 不是說我不收你這十條黃金 你這百兩黃金的確很吸引 但是現在勝負有ICAC 他們查得很密 天天找我回去喝咖啡 你又不會有洗驚 這些是我們大哥給你的 你收了它 你是支持幫我們做事 不是我們給了錢你才幫我們做事 那不叫他媽 不叫他媽 劉堂兄弟 這些線後信罪他們是不會理會的 況且是你大哥給我的我才怕 你說我老婆給我我當然不怕 你有沒有用怕 你收了它 你不收我回去很難交差 好嗎 劉堂兄弟 我教你一個方法 你自己代了它便可以 你想陷我於不依 不是不是不是 你這個犯骨仔 不是不是不是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們 不是不是不是 我們現在梁山博股品有限公司 你資金洪厚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們 不是 我對你們公司也很有向往之情 但是由於我現在身不由己 我還是受國家的俘錄 是國家的人 嘩 那你真的嫌一百兩不夠 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劉堂兄弟 你稍安無創 我宋剛絕對不是這樣的人 如果你不收的話 我真的在你這裏留堂 唉 劉堂兄弟 一人走一步 我收一條 一條 一條 五條 一條 三條 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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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是底線 劉堂兄弟 一條我還說我剛好買彩票中 十條說不過去解釋不到 那就是一條 一條 一條 宋剛後來實在推托不過 就唯有留下了一條黃金 其餘全部的劉堂都帶回去 不過俗語都有說英雄難過美人關 宋剛始終都是其差一著 他一個不小心 就將裝著信和黃金的公文袋 就留在他的妾侍的閻婆式家 宋剛發現之後 真是怕到鼻孔都沒有肉 趕快回去找 不過公文袋已經被閻婆式收賣了 宋剛當然是不肯 起小叫他拿回公文袋 你想拿回公文袋嗎 你拿回來 那公文袋很重要 真是死人倒樓 你真的 除非你要答應我三條條件 行 你說買什麼就買什麼 你說帶我陪你吃飯看戲唱K直落 什麼都可以 第一 要同意我改嫁張三 你這個臭婆子 你用這樣的東西來要脅我 你要走就走 你幫我宋剛一表人才 玉樹林峰英盡消瘦 找不到比你閻婆式的第二個妾侍 你走走走 對呀 我也要你宋剛一頂大綠帽 走走 改嫁改嫁 沒問題 第二 之前你買給我的房產 第三 就要立即交出上面說的一百兩黃金 阿 阿 阿亨利 阿豬豬 前兩個當然沒問題 答應你 但第三個就真是 你別想知道不答應 我小時候跟到你現在 一直做你的太太 都沒有名分 我的青春給了你 你現在什麼補償都不給我 你想踢走我 沒那麼容易 喂 阿豬豬你聽我說 說什麼說 你聽我說 阿豬豬 我告訴你 到時我一說不要露氣 我就拿著這封信去ICC給你看 你就聽著某鑑 你不要鑑 大家一拍兩散 你到時候拿不到錢 拉人瘋舖 大家有什麼好處 你聽我說 這一百兩黃金我真的推遲了 我沒有收到 我只收了十兩 你現在都看到 袋裏裡面 只有一條黃金 我現在去哪裏找十條黃金 哪裏找一百兩黃金給你 你當我傻的 人家一百兩黃金 十條金條 放在你面前 你只拿一條 明明送給你的 你還說拿一條 白紙黑字 寫得清清楚楚 寫的是十條 你說你只有一條 誰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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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給我幾天時間 我去 我籌錢 有什麼都好 我找一百兩黃金給你 好不好 給我幾天時間 你瘋了 你做一輩子 都找不到一百兩黃金 你欺騙誰 你只是不想給我 你只是不想給我 我跟著你 你這麼多 連什麼都沒有 精采都給你 現在日老珠王 不吃錢 你一句話說 你給我 你給我 你 豈有此理 你這個臭婆 你給我收聲 收起來 我不理 你現在到底還不還給我 不還 我給一百兩黃金 我把青春給你 你看我現在變成一個大肥貨 日老珠王 又茶皮又大眼袋 我就不給你 我要你官府告你 我要你不得好死 你這個臭人 你給還是不給 不給 是不給 真是不給 你真是不給 還有假的嗎 你真是不給 除非你給十條金條我 豈有此理 宋江講到實在無計可思 閻婆色小死都不肯給他 這個時候宋江突然又不知在哪裏 拔一把刀出來 一刀就剃了閻婆色 哎呀 接著拿回朝蓋那封信 第二天 閻婆色家人趕去官府報案 官府立即發出文書 緝拿宋江 宋江知道自己在運城都是蹲不下去 就回家跟老爸說了聲 說自己要著草 帶上弟弟宋青 就一起去投奔柴進 所以在這奉勸這麼多男士 好好照顧自己老婆 千萬不要在外面念花野草 否則對自己很不利 這個宋江原本好地地地做官 就是因為包了個兒子 還要讓他知道太多東西 搞到最後唯有去做恐怖分子 你說多不好呢 簡單一句說完 識字頭上一把刀 宋江走去投奔柴進 這個時候 又有一位叫做武寵的好漢 亦都住在莊上面 有一天 兩個人剛好就在柴進家 後院見面 這個時候 柴進這麼巧 就在弄他新買的老爺車 啪也啪不著火 武寵就走過去 跟柴進說 柴大哥 你這部車是否在火 不如讓我來試試 我覺得 可能你的手不夠力 這些老爺車 一定要一邊吞油 一邊打火才能打得著 快遊戲就是這樣 讓我來試試 哦 這樣啊 是啊 那沒有重兄弟你 儘管試試 啊 為什麼都是不行呢 是啊 對咯 我弄了整個招 都弄他不好 武寵兄弟 這個時候 宋江 見到他們兩個 玩老爺車 玩得這麼過癮 自己也是愛車之人 就打算走過去 搭散聊兩句 嘿 兩位兄弟 柴大哥 你也在這裡 在這裡 玩什麼新玩意 哎呀 柴大哥的老爺車 他不著火 我跟他沒有了整個招 這位兄弟有沒有高見 這位兄弟這麼生面好 請問貴姓 在下武寵 哦 武寵兄弟 真是狗樣狗樣 那你又是哪位呢 小弟是宋江 宋江兄弟 真是狗樣狗樣 狗樣 狗樣狗樣 這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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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這樣 這裏這樣 即是怎樣 兄弟 柴大哥 武兄弟 你們過來看一看 游標這個位置 有沒有發覺有什麼QK 沒有什麼QK 普通游標一隻 是 看清楚點 我看 都是游標一隻 是呀 宋江兄弟 我都看不出有什麼問題 哦 莫非那隻游標慢了 調整他 不是 現在幾點 不是 兩位聽我說 你們看一下游標 如果一輛行得動的車 游標應該是發到最上 但現在游標在最低的位置 就證明這部車是沒有油的 哦 沒有油當然是燈不著火 是啊 是啊 真是一言驚醒夢中人 是啊 夢中人 一分鐘抱緊 接十分鐘定門 啊 武兄弟 我們不如不要唱歌字了 我們喝兩杯 喝兩杯 我都越看來越順眼 簡直就是酒奉知己千杯小 你一言驚醒夢中人 令我茅塞頓開啊 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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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啦 好 我們就做個好朋友啦 兩個人相見之後 很快就一拍即合成為好朋友 過了沒多久 沒重 打算回鄉下 看看他大哥沒有大朗 他就告別宋江和柴俊 離開倉州 說到這裡 宋江總算逃過了官府的緝拿 在柴俊家裡避風頭 又引出了一位新的好漢 叫做武寵 究竟武寵去探他大哥沒有大朗的過程當中 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還是下回分解 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回 上回說到宋江殺了閻婆色之後 在混成就拋不下去 走去投靠柴俊 接著在柴俊的家裡 就認識了一位好漢叫做武寵 那暫時宋江就在柴俊家裡安頓下來了 不過武寵就說要回鄉下探下大哥武大朗 就告別了宋江和柴俊 離開了倉州 武寵一路走 走了幾天 來到一個叫做陽谷縣的地方 這一日中午 武寵走到喉乾蝕燥 他見到前面的山崗 下面有間巴 門口寫著五個大字 叫做三碗不過江 武寵走入這間巴 有個好靚的巴妹 就拿著一張餐牌過來問問武寵 這位先生你今晚喝什麼酒呢 你這裏有什麼酒呢 我這裏有所有純正的蘇格蘭威士忌 純正蘇格蘭威士忌啊 威士忌飲得多了 我想問你這間店有什麼招牌酒水 招牌酒水呢 就是我們中國特色的這隻 叫做三碗不過江 三碗不過江 買多少才有那盤菜 一碗就有那盤菜 一碗有那盤菜 看你這麼靚仔 有什麼小吃隨便點 是嗎 那我叫完酒你過來陪我玩兩碗吧 沒問題 那我來三碗 三碗不過江 那巴妹呢 就拿了三碗酒上來 那先生 三碗酒啊 好 陪我玩兩碗 你想玩什麼呢 大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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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一 兩個一 我不信你有我開來 真的沒有 好 我喝 好酒 有些意思 我幫助你這麼多碗酒 送兩斤牛肉給我吃 可以嗎 沒問題 敬你幫我簽兩斤牛肉過來 好 來 玩可不可以 三個三 三個三啊 三個四 三個四 四個四 四個四 因為客官你真是很純情 我開你 我沒有 你沒有 你騙我 豈有此 什麼叫大話式 客官 我喝 喝 醉什麼妹 醉什麼妹 你想玩什麼 我就和你玩 功夫功夫勤 功夫勤 來 聽妹妹 功夫功勤 功夫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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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又壞了 客官你又輸了 好我再喝 過了沒多久 三碗酒 good good 聲就喝了 下肚了 客官 看你這麼帥 嘩 good good 喝了三碗 不過高 真是又好酒量又英俊 所以 不如多做三碗 做多三碗 就做多三碗 來 做多三碗 三碗不覺光 快 拿酒來 拿酒來都這麼久 老闆 過來倒酒 快點 喂 你這位客官 你這位客官 蛇什麼 你弄的 我要你和我倒酒 你聽我說 我就是小店的老闆 所以為何不拿酒給你 我沒有錢 不是 客官一看你的樣子 就知道你有錢 是不是 我們這些酒 就真的由於酒勁太大 所以你看到我們門口 招牌寫著三碗不過光 其實就不是我們間 酒店的名字 只不過是一句slogan slogan 好心你就不要找這麼熟的酒店過來 搞到我又要陪她玩 又沒有酒飲 那成何體統 我都知道客官 你現在興奮奮奮 很難按得翻吃 但是你聽我說 如果你再喝 你就會醉到過不到前面的山崗 客官 你只要答應我 你不過光 那我就讓你喝 你拋我 我不管 先泡酒 你不要看我的拳頭 你再不泡我 拳頭打爆你的頭 好 泡泡泡 美女 過來泡酒 來泡酒 來喝 客官 喝 喝 你陪我再喝 喝 喝 真是酒鳳之幾千杯少 我再喝 喝 喝 老闆 泡酒 快點 你這樣做生意 你這裏打的歌 我已經不記得你了 麻煩你多泡酒 現在人家每個場都放英文歌 你這裏就放中文歌 真是拼得我頭都掉 泡酒 麻煩你 這位客官 阿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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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馬上來馬上來 如是這般 武寵 一共一口氣連喝十五碗酒 吃飽喝足之後 他就哈哈大笑了 神經病 神經病 什麼叫做 三碗 不… 哥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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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 我就要個歌 給你看 拆… 拆… 招牌 武寵拿起一枝哨鵬 走出這間酒吧 經理快點出來叫他 阿泡 這位客官 你要去哪裏 我去哪裏 關你什麼 什麼事 我又不是沒有給錢 你們拉著我 什麼 阿泡 最近 景陽江上 有老虎出沒 已經傷了幾十條人命 你一個人去 真是萬萬不得 阿泡 你… 你都瘋狂的 阿媽跟我說過 女人是老虎 我不怕女人 所以我也不怕老虎 走開 沒有你的事 阿泡 經理當然不夠武寵惡 武寵神高神大 手刮起剪 吃東西都幾乎不用付錢 足之攔不住武寵 武寵一路走下山江 跟著見到一張官府貼的告示 上面寫著 景陽江上有猛虎 請大家要結伴而行 武寵這樣才相信 經理說的話 但是 他這個時候在想 哎呀 如果我現在回去 給那裏的巴妹 經理 老闆見到我這樣的樣子 好餘 呀 哎呀 哇 他有老虎還是老鼠 上山才算 人一世物一世 對不對 甚麼最重要 面子最重要 以後 我還怎樣出來混 不行 一定要上 想完 武寵就膽粗粗繼續走 走 走了一段路之後 走勁越來越厲害 他就覺得有點傾氣了 就躺在一塊大青石上面休息 突然間有一陣狂風吹過 跟著 一聲呼嘯 一直吊精百額猛虎 不知從哪裏彈出來 武寵馬上嚇到一身冷汗 趕快拔起那支哨棒 不過就不是打老虎 是躲在一塊大青石旁 咦 為甚麼我全身出冷汗 究竟是甚麼回事 喂 你是不是老虎 你何鬼呀 你究竟是老虎還是老鼠 我是老虎 老虎 你是甚麼人 大哥 我來過江 麻煩你 給我一條生路過去 我這裏有條規矩 嘩 假裝有人過江 嘩 都起碼要留下手手腳腳 你自己選 嘩 手手腳腳 你都瘋了 你拿到手手腳腳 我以後怎樣出去賺錢 你又不是不知道現在賺錢 你還要我手手腳腳 你不如吃了我算 那 之前那幾十條人命 不是我想害的 不是我想殺他們的 每個人都像你這樣說 我只是焗食 你想清楚了嗎 那現在算怎樣 是不是沒辦法商量 有辦法 跟你商量就這麼多了 要麼就放下手腳 要麼我就整個吃了你 買手套行不行 不行 買襪 不行 那真的沒辦法商量 沒辦法商量 那我拼你 來吧 老虎和武寵說不定 老虎縱身一躍 不斷撲向武寵 武寵 一個閃身 避開了 老虎又弄一招回馬槍 用後腳去撐武寵 這下又被武寵避過 老虎心想 連出兩招這麼厲害的都被他避開 豈有此理 有兩套散手 食掛夜足 於是他就大喊一聲 噢 噢 你有爛牙 怎知道有爛牙 我還有口臭 嘩 嘩 好難頂 就在武寵掩著口 避開口臭和爛牙的時候 老虎又豎起他的尾 整個鐵棍咬到武寵上 結果武寵又避開了 其實武寵是否真的這麼好打 就不得而知 主要是因為當晚飲了十五碗不過缸 所以這個時候腳步浮浮 走路都已經有殘障 老虎當然捉不到路 結果老虎連出三招 一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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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的力基本上用了一大半在這三招上面 結果三招都不中 這個時候武寵見老虎吸氣 趕快把哨棒拿出來 就吐到老虎那裡 誰不知就太大力 一滾就吐到樹幹上面 那隻棒也斷了 連哨棒也斷了 老虎看見他哨棒斷了 想著這傢伙就這麼大 反身就撲過來 武寵順身就騎到虎背上 捉住他的頭皮 然後拿出他 藏了很久的沙包這麼大的拳頭 不斷吐到老虎的頭上 吐完頭又吐他的眼 吐完他的眼 吐完他的眼 吐他的鼻 不斷打到老虎死為止 等你的老虎這麼多頭皮 等你的老虎有口臭 等你的老虎有蛀牙 等你的老虎周身毛 等你的老虎周身塞 等你的老虎周身痕 等你的老虎周身痕 等你的老虎要吃我 吃我 吃我 拆住你的眼 拆穿你的鼻 拆住你的聲頭 救啊 走啊 走啊 其實老虎一早就已經死了 只不過武寵順喝大了 還起勢不斷打 打到血肉模糊 才肯停手 你起來 陪我喝 抓住你 陪我喝 喝啊 喝啊 打完老虎之後 武寵全身都沒什麼力 兼且酒勁越來越厲害 所以就躺在山上 和老虎師睡了一整晚 到第二天 楊谷縣的知縣知道 武寵赤手空拳打死大老虎 就派人送了一千罐賞錢給武寵 武寵這個人沒什麼好 就是有義氣 他將這一千罐錢 全部分散了 送給連日裡面上山尋虎 奉命打虎的獵狐 請大家一起去喝酒 跟著跟獵狐說 大家以後打虎 先喝十五碗不過缸 包你們老虎打死幾隻 那些獵狐半信半疑 那就不敢反駁他 鬼叫他打虎英雄嗎 好了 這件事告一段落 知縣知道他分錢給獵狐之後 哈 覺得這個年輕人 人品不錯 武藝也好 於是乎提拔他做了步兵刀頭 那究竟武寵是否可以扶搖直上平暴清雲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你告訴他 為什麼 原因有很多 那你就選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好嗎 每個人都這麼重要 弟弟 這樣啊 那就是要找個地方坐下來 喝口茶吃件包 不如這樣啦 你跟我回家 讓我慢慢告訴你 哈 但我現在當著耕的 自探 你去簽了寶 就跟我回家 哈 那我就聽你美美道來 武大郎帶了武寵回家 跟他說他之前的經歷 弟弟啊 大哥我 原來在青河院那裏 賣燒餅為生的 哈 我知道 你開那間沒有大郎燒餅 真是響如傳承啊 那有什麼用啊 不知在哪裡走了幾間洋快餐連鎖店 進駐青河院 現在個個都不是吃薯條就吃漢堡包 要不去吃雞翼 我哪有得做啊 唉呀大哥 你不要這樣啦 這麼多年 你都習慣的啦 三歲的時候 你又一米五幾 等到現在三十幾歲的人 你都是一米五幾 你都沒有掌進的 你都習慣的啦 唉呀弟弟 我都沒講完 我燒餅沒得做不得止 你離開家這麼多年你不知道 其實我之前已經有米七高 雖然不是高大 但是都不叫輸蝕 哈 你有米七的嗎 但是誰不知 我吹了個老婆她叫潘金蓮 我老婆她經常說我矮 差五公分不夠她高 她是學人家看完現在的電視廣告 又說有得斷骨增高 她就叫我去做斷骨增高 我打算為了這個這麼漂亮的老婆 斷骨啊斷骨啊 誰知道那間整容醫院原來是騙人的 斷了我的骨之後 不但沒有高度 還變回米五幾 你說我慘不慘 我現在走路都還在騙人 下雨翻風的時候還隱隱作痛啊 弟弟 哎呀 大哥 你真的很慘啊 但是 你都可以更加進取一些 可以去天文台工作的嘛 你一腳痛就知道下雨翻風了 哎呀 天文台現在都說要出鏡啊 我這樣的身高又不是英俊 他們不要我啊 哎呀 還有啊 我老婆搬今年自從我斷骨增高失敗之後 哎呀 天天就在這罵我 說我沒有鬼容 燒餅又賣不成又賺不到錢 又樣衰又矮 經常有些三不識七的人 來我們家門口那裡 聊事鬥非又調戲我老婆 哎呀 那我就唯有搬來這個青河縣 走了過來楊谷縣這邊 打算重新做人咯 現在我在這邊還是賣燒餅的 弟弟 賣燒餅啊 你還敢賣燒餅啊 你的袋都臭了 你知不知啊 這邊未有人知道的 看就看那幾間連鎖快餐 不要過來啦 那你記得 再煮燒餅的時候 不要用臭肉爛肉啦 我都沒有的啦 現在全部用了放心豬啦 都對的阿哥 不如這樣啊 等你老婆出來給我見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這麼爽 哦 行 你等等呢 她剛剛走出去購物很快就回來啦 說事前那時快 但是武大郎都沒講完 判禁連就回來啦 嘩 嘩 這位嬉女 你找誰啊 是不是走出門啊 這位官人請問你是 啊 我叫武寵啊 是武大郎的弟弟 嬉女你怎樣稱呼啊 是啊 這個我弟弟母寵啊 是不是跟我生得好似呢 嘩 嘩 美女 反正走出門進來 喝酒 阿媽留下個號碼 我們有空無線出來喝酒再聊 好嗎 弟弟 你冷靜點先 這個是我老婆搬今年 啊 這個是我嫂來的 嘩 大哥 你真是好福氣啊 美得這麼多聲啊 官人 不是 弟弟 你叫武寵是吧 是啊 我以後叫你阿寵 哦 年妹 不是阿嫂 阿寵 我真是想不到 哎呀 外子竟然有一位 這麼高大威猛英俊瀟灑的弟弟 我都想不到 我哥哥找到個這麼漂亮的老婆 我們真是相逢恨晚 弟弟你說什麼 不是 即是我覺得 阿嫂跟了你之後 他都是我的親人 我覺得很親切 啊 阿寵 你真是會說話 嗯 第一次見面 哄不得人鬼 已經這麼開心 咦 阿嫂 我和你的眼光當中 發現了 你和我有些暗湧 弟弟你說什麼 不是 我是說 阿嫂 你跟了我大哥之後 你就一定要好好地做人的老婆 好嗎 我們今生不可以做夫妻 唯有下世再來過 我 弟弟你說什麼 你聽我說完 我沒有寵 好講孝儀的 你是我阿嫂 我就不會再亂想事 你死了這條心板了 阿嫂 阿阿 阿 其實我也覺得跟你真的相逢恨晚 雖然我們不可以打常規聯賽 不如有空打友誼賽 友誼賽都要趁我大哥不在 你們兩個在說什麼 阿哥你放心 我會好好照顧你們家人 三個人搖搖搖搖搖搖說了一大輪 事實 潘金年見到武寵生得高大威猛 二表堂堂 心裏便一早暗暗喜歡上他 武大郎留了武寵家裡住下來 武寵住了沒多久 潘金年經常在武寵面前 一一樣樣樣 阿嫂 你的肚子都不太常常 調入我房間裡行不行 阿寵 阿寵 你聽我說 這陣子天氣不好 外面常常下雨 我見你這麼有江洋之氣 我以為你房間一定很江洋 一定不可以幫我乾乾第三褲 那你不用整天洗完澡 又不抹乾的身 穿好衣服 就想著肉巾衝進我房間 那些是香漢不是水 我以為你房間 男人也有些男人味 有我們的女人還沒中 那你睡覺也睡得舒服一點 對嗎 阿嫂 我決定不在這裡住了 你經常性騷擾我 我真的受不了 阿寵 你不要走 你走了 那我怎樣過日子 我不管 我一定要搬出去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大哥 你看你大哥的樣子 你不要再吵 就這樣 潘金蓮 整天在武寵面前 一一兩兩做了挑逗 舉動 武寵看不習慣這個女人 這麼水性羊花 她又免得跟哥哥說得明白 所以就隨便找一個藉口 搬出去住 過了沒多久 致遠藝武寵護送一口禮物,打算去東京那邊 武寵已經看出這個嫂嫂潘金蓮為人興浮 根本不把他武大郎放在眼內 他有點不放心 臨出發之前,他特地找大哥出來摸一下酒杯底 跟武大郎說 大哥 弟弟,怎樣? 我這段時間要出差 哥 在我離開的日子 你不要掛著我 哦,行了 從小到大你經常都不知家 放心,現在有嫂嫂陪我 我不會覺得寂寞 大哥 我跟你說清楚 凡事都要忍讓,好嗎? 唉,大哥都幾十歲人 有什麼事未遇過 有什麼事未忍過 無論遇到什麼事情 都忍住 忍? 一切等我回來再說 尤其要看好你的老婆 不要讓他化這麼濃的妝 不要讓他噴香水 哦 運他在家裡 哦 不要讓他出去 哦 做埋了些 哎,我免得說 哦 但是弟弟,我內急 是不是都要忍著等你回來再說 你...唉,我都免得說你了 那...那...那...那我可不可以去解決才行? 你去吧 哦 大哥,酒錢你賣,我先走 哦 就這樣吧 喂,弟弟,弟弟,今天沒有帶何包 喂 林武宗走了沒多久之後 有一天,潘金蓮就像平時一樣 去一些名店購買 逛逛逛的名店 突然間見到一個英俊瀟灑 玉樹林風的公子 潘金蓮第一眼見到這個公子 已經深深地被他吸引 雖然這個人 沒有武宗那種粗獷豪邁江洋的感覺 但是他一表斯文 也是一個美男子 正在潘金蓮的心十五十六 心如六壯的時候 哈,這個美男子竟然走過來搭山 小姐,我們可不可以做個朋友呢 啊,不好意思 我有少許意外 你怎麼稱呼呢 我叫Simon 一般人家都叫我Simon Hing 哦,Simon 這個名字真的太好了 太好聽了 其實我有中文名 我的中文名叫Simon Hing 但我還是喜歡人家叫我Simon Simon Simon,請問你做姓韓的呢 啊,不如這樣吧 我可不可以請你喝杯飲料呢 啊,飲料呢 不行的 我都說了是娘家婦女 是人家的老婆呢 怎麼可以隨便和陌生男人喝飲料呢 喝杯飲料代表什麼 是不是 啊,那也是 但還是不行的 我老公他不喜歡的 其實這些是外國禮節來的 一般男士都會盡下自己的禮儀風道 請她去喝一杯飲料 哦 你都無需太介懷 我們是不應該被這麼小的枷鎖 來束縛著我們這麼純潔的友誼的嘛 啊,Simon 你說得實在太好了 那我們去哪裡喝飲料呢 就去隔壁那間 小牛仔 啊,好啊 他就最多白領去的 嗯,我們走吧 嗯,在這個時候我很想唱一首歌給你聽 嘴心痛是 愛得太自 有些心意 不可等某個日子 盲目 啊,Simon 你實在唱得太好了 我還可以唱一首英文歌給你聽 哦 When a man lost a woman 哦 夠了,Simon 你再唱 我怕我支持不住 太感動了,Simon 其實 我們這一段 只不過一個很神奇的友誼 你千萬不要誤會 更加不要讓你老公誤會 啊 真是想不到母寵走了沒多久 潘金蓮就在街上 跟這個西門慶搭上了 兩個人還談得如火如荼 究竟她兩個 跟著會不會做出些對不起母大郎的事 而母寵回來之後 又有什麼事發生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請問我 那句話 我終於是在街上 你已經幫你 不知不知 你 你的喜好 也就要 你不知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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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知不知 感谢观看